臺灣自明清時期到日治時期之間 豐富的臺灣原住民族文獻史料 是後者研究原住民族歷史重要的文史資料 在文學作品中也可以看見 從統治者到文人作家 進入了許多對原住民族生活習性 和文化節慶的觀察 這次由行政院原民會出版 臺大臺灣文學研究所 黃美額教授主編的四大冊 《臺灣原住民族關係文學作品》選集 會成的新元一六零三年到一九四五年間 《文學作品》中對原住民族的觀察與變化 黃教授表示 由數千筆的相關資料中 從搜羅 會整 觀察到他者所書寫的字句 多有貶低意味或扭曲真實 但認為這是一種鏡像關係 透過誇大書寫原住民習性的負面評論 同時也反映了自身的膽怯與不足 而前行政院原民會主委回任 學校教書的孫大川表示 雖然他者的觀察不經真實 但仍然能從文學資料中建構 早期祖先的生活 那我認為先前的時候的這一些的書寫 他們其實呈現一種鏡像關係 當他寫原住民的暴力 寫原住民的可怕 其實也相對的代表了他的膽怯 或者是他不夠強壯 他才會有那樣子的一個 書寫的修辭的東西出現 那裡面背後其實是有一種心理結構 可以去理解跟分析的 比較過去比較忽略的 就是明清以漢文為主體的 我們以前講說是漢人寫的 大概都是欺負我們的 這個後來看一看 好像裡面也有一些有良心的漢人 好像有點折射的方式 讓我們可以去揣摩捕捉 那個說原住民的活動的狀態 由行政院原民會委託教授主編的計畫 花了兩年的時間 會編出目錄兩冊 作品兩冊 將臺灣原住民族相關的文學史料 做了初步的整理 也將提供各圖書館收藏 這是亞夢阿利夫台北市採訪報導